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纪四篇》第六章 孔子曰 事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赵 言吉之而不言 为之隐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谷 孔子说 侍奉君子 要避免三种过失 还没有轮到你说话 你就急的说话 这是急躁 轮到你说话 你却不说话 这叫做隐瞒 你不看脸色情况 便贸然说话 这叫盲目 用三个字 一个叫照 一个叫隐 一个叫鼓 照 急 隐 折眼着 折臂着 话说不出来 鼓 眼睛没看见 君子 这两个字 在这里指的是 有德 有位 夫子的理想 是有德 当居其位 在这里 这个君子应该是 有德 有位 或者泛称 居上位的人 迁 过失之位 这一章讲明 言语 动容 如何为节度 如何为适当 君子劝学篇 有这样的话 故 未可欲言而言 为之傲 可欲言 而不言 为之淫 不观气色而言 为之古 故 君子 不傲 不淫 不古 谨顺其身 这一章显然是 对孔子 祭祀篇的第六章 有所发挥 但他重点 把它挪到 作为一个君子 应有了德性 而 祭祀篇第六章 是强调 如何 去侍候一个君子 那么 作为一个君子 你未可欲言 而言 这叫傲 把前面的照字 再转成傲字 是你的性格上的傲 可欲言而不言 为之淫 一样 不观气色而言 这叫做古 就盲目 看气色 君子不傲 不淫 不古 能够很恭敬的 庄敬的 真正让自己的 身心之德 能够 调然顺利 顺乎天理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推想 祭祀篇 很可能就是 传经自主 所转集而成的 所以他所重点的 很多条理竟然在强调 该当如何 为极致而言 这躁动是言 这是轻浮之病 言极致而不言 就心有隐匿 这是变成了 为事之端 想要修事吗 想要作伪吗 其实言语应当 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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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 道 道者万物之所 有也 老子 曾经用这个话 苏能 着以 静之 徐清 苏能 安以 动之 徐生 要怎么样 让让浑浑 以及宁静 而慢慢的 能够清除了 明了了 水能够清了 苏能安以 动之 徐生 心地 心如止水了 清了 心能够安 重新慢慢 取动 而因此生长 这里动静 安守生养之道 言语动容之理也 其实 如跟道 是共同的 是可以通的 所以彼此 要相互同参 颜色 脸色 有之于中 行之于外也 有之于中 行之于外 心里怎么想的 外面就会 表现出来了 你见其颜色 是其心意 时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不只人不厌其言 而能够真正入于心 入于中 他能接受你 这是一种 很诚恳的 真实的 德性 落实的记忆 德性 落实 也是要有一个 途径 有个记忆的 好 我们再把这一章 重读一遍 论语 论语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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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孔子曰 事于君子 有三千 言为极之而言 为之咒 言极之而不言 为之银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骨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章 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